首先我们敬礼传承主持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四大宝皇卡玛巴 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谭承三宝 敬礼附魔祖尊 长寿如来 尊圣佛母 白空心母 敬礼一切架灵的祖尊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的归宾是 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食物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廖东周大使及夫人 Judy师姐 中央研究院朱石仪 中央研究院朱石仪院士及夫人陈文文师姐 中华中中华会会计师特律师特律萨师姐及阿斯文 中国中 中委会法律顾问周慧芳律师 中国中 中委会法律顾问罗日良律师 黄叶琴律师 何佳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徐亚琪师姐 高敏璐师兄 维开雄医师 庄敬耀医师及妈人 California for Small Girls 加拿大Toronto 2014年世界亚裔 刘苏怡小姐 刘苏怡小姐 麦山 如佛琪 恩 山宁 何佳 雷登 金钦 三恩 神恩怀 Foundations 总裁如佛琴 博士 夫妇 安帝 国金的同学来吗 OK 英国知名专业摄影师 Tony师兄 I don't know why I say you is the miss I say you are miss I don't know why 巴西亚马逊州长代表 Fatima先生 巴西森波罗华人协会剑市长 夫人周文毅女士 Thank you 巴西森波罗 University中文系教授 陈宗杰博士 及夫人 陈瑞莲医师 巴西法光语言文化中心校长 齐耀宾博士 及夫人 梁燕副校长 巴西温州同乡会副会长 刘美南女士 秘书长 郑燕景女士 梁燕副校长 梁燕环博士 库 夫妇 康力 印尼宾市汽车代理董事长 何文荣 谢霖英 夫妇 集中 恭喜 印尼大企業家 台灣生活中陽光五共團 在外面 喬委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會董事長 謝聖伐夫人 謝王淑梅師姐 謝謝 大家午安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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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的時候 是土地啊 自己來啊 好 是飯 這個鹽酒 這個昨天晚上 這個到了天上 去到天上 天上的仙匠 仙匠 神仙的 神仙吃的東西 吃的飽飽的 今天很多無形的貴賓 最重要的 像昨天晚上所看到的 北斗七星 那麼南斗北斗 二十八宿 這個所有的星 都到齊 另外呢 還有馬力之天 還有馬力之天 馬力之天 另外剛剛 剛剛在這裡附魔的時候 看到瑤茲金母下降 還有呢 他率領了 瑤茲金母跟著巴仙一起下降 我認得的就是 一個就是那個 那個 中李前 中李前是巴仙的頭 另外認得一個 何仙姑 這是唯一的你的 何仙姑 然後認得李洞斌 認得藍彩和 藍彩和 這個 還認得這個曹國舅 曹國舅 另外 張國勞 張國勞 那個騎坐 倒李子的那個張國勞 倒騎李的張國勞 還有一個呢 韓香子 韓香子我們也看到 他可能陡在 吹笛子的那個 李鐵拐 還有李鐵拐 還有李鐵拐 怎麼變出那麼多個 好像不只八個吧 總之有八仙 唯一的這個何仙姑 我是最認識的 因為她是美麗的女人 因為她是美麗的女人 所以她是美麗的女人 這個 昨天啊 我們忘掉這個 修藥師流利光如來 其實 蓮華童子跟 藥師流利光如來 可以和修的 因為藥師流利光如來 曾經幫助我 幫助我 這個度過一個 這個病的這個難關 生病的這個難關 這個一定要 一定要感謝的 藥師流利光如來 謝謝她 那麼昨天也講過了 本來 今天本來是 常授佛本身的 本尊的父母 後來這個 尊聖佛母跟白度母出現 就是說 他們這樣子沒有位置坐 就是說 只請 奉請常授如來的話 那尊聖佛母跟白空行母 她就不好意思來 今天就特別請她來 為什麼呢 因為尊聖佛母 她等於是 密教的三姑主 三姑主的中和 是如來頂上的 如來頂上的光化現 為真聖佛母 她有文知實力菩薩的智慧 有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有金剛手菩薩的 這個降伏的威力 所以她有三姑主的本性在裡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尊 尊聖佛母非常的重要 因為她等於是三姑主 她有三個面孔 也就是代表著法 慈悲跟智慧 這三個都非常重要的 法力 慈悲 智慧 就是尊聖佛母本身的法身 那麼白空行母呢 她是我的教戒師 教戒師 她跟我講很多的密教的戒律 這個白空行母 就是白杜母 那麼她本身來講起來 她又是師尊本身的這個修行的道辦 修行的道理道辦 白空行母白杜母 就是師尊本身修行的道辦 而且是教戒的師父 教戒的師父 所以她是非常尊貴的 這個不可以忘掉 首先要感謝這個白空行母的教戒 密教三姑主的本性的尊聖佛母 這個都非常的重要 那麼她的常授佛本身的所印 跟阿彌陀佛的所印 阿彌陀佛定印是一樣的 但是她主要 她上面有一個常授瓶 常授瓶 這個常授瓶你主要跟常授如來相印了 常授瓶裡面的甘露 你引到了 那麼你一定會常授 另外尊聖佛母 她的手印 一般來講就是 結這個手印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手印 這是尊聖佛母的手印 尊聖母的手印 白空食母白杜母 就是按照一切杜母的手印 綠杜母白杜母都是這個手印 都是同樣的這個手印 尊聖佛母就是這個手印 尊聖佛母也是這個手印 尊聖佛母也是這個手印 剛剛這個咒语 OM PROM SOHA OM AMITA AIRA TATE SOHA OM GURUYA SOHA 这是白杜姆的咒语 有咒语 有手印 有形象 有它本身的形象 都是个别的本尊的修行法 个别本尊的修行法 今天是 一个佛教大师的 这个佛教大师的生成 生日 并不是我 是红衣大师 红衣大师是在杨历6月15号 他的生日 他的生成 今年刚好是 我是6月27号 杨历6月27 农历5月18 农历5月18 今年的农历5月18号 刚好是6月15 杨历的6月15 就是今天 那么这个讲起来也是一个因缘 刚好今天又是父亲节 又是红衣大师的这个生日 又是小弟的生日 谢谢大家来 谢谢你来 好 我念一段 念一段这个大阎满法的文字 我今天要开始写出西藏秘宗的第一法 今天如果我不写呢 对不住叫我的莲花生大事 我今天如果不写此大阎满法 不知何年何事 才会重现 今天我写的是天地间的大事 是人间的第一等事 是密宗未曾有的大祭祀 而宏观圣免金刚上师 年生尊者是己事的宏观 永远不灭的大光明场 而我的出生自今天到美国传法 潜在天花生大事的《一记记》中 在《金刚鼎瑜伽经》中也有几个记 我今归命里 瑜伽大教主 开眼一佛圣 如来三密藏 四圣无比喻 最上最第一 为佛不共治 相应成佛门 为今误入者 言成敬法生 三世婆恰凡 借依此法成 事故诸如来 敬礼如礼法 在《金刚鼎瑜伽经》中的几个记 我今归命里 瑜伽大教主 今天我们要归一个真正有成就者 一个真正有成就者 他能够教导你 开眼一佛圣 开眼一佛圣就是除了这个圣以外 其实所谓的小圣 菩萨圣 金刚圣 是一个圣 一圣 没有二圣 也没有三圣 你看大圆满法 它就是最从森文圣 一直到阿底Yoga 它就是从小圣一直到 最高的无上仪加 到了最高的大圆满成佛 没有什么分别 同样都是一圣 大圆满九次地法就是一圣 这个说也奇怪 以前很少有密教 在台湾很少有密教 我写了密教的书以后 所有的密教才全部出现 我这一本大圆满法 密教大圆满法 大圆满法出版了以后 才有很多的大圆满的书 跟着一起出版 我一讲大圆满法 结果好多大圆满的书 全部都出来 我如果不讲呢 恐怕到现在还没有大圆满法 这个就是很奇怪的 只要我开头 底下的就是一直跟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要皈依 皈依它已经开悟了 它已经了悟了 有几本经典非常重要 一本是《金刚经》 一本是《金刚经》 《金刚经》很重要 《金刚经》可以印证开悟 一本叫《金刚经》 《金刚经》 《金刚经》 这一本《金刚经》可以印证开悟 另外还有一本《解身密经》 这一本《金刚经》可以印证开悟 由这三本书里面 你读透了 通了 你就能够开悟 这三本经典 一般是由这三本经典 来印证开悟的 师尊跟你大家保证 师尊确实是一个开悟者 因为开悟者只有绝对 没有相对 记得哦 你们只要能够用你的脑筋 慢慢地想 想绝对的东西是什么 当你想出来 这个东西是没有相对的 你就开悟 没有相对的 你就开悟 他开悟本身就是一个绝对 没有第二 没有第三 所以佛讲的法有四种 有四 第一种 叫你如何做人 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 第二种 叫你如何做善事 如何去行善 第三种 叫你如何去对治 对治 就是你有什么病 用什么药去对治 就是对治 你到底有什么病 你找出来 用药去对治 就是对治法 这个对治 当然不是只是对治你生病了 而是你生心里的病 对治你心里的病 所以佛讲八万四千法 对治八万四千种病 最后的就是开悟 就是了义 第一义 佛称为最殊胜的第一义 了义的佛 这是最后的 是开悟的 这是释迦牟尼佛本身所讲的 所以你今天要归命 要归依 就是一定要归依 瑜伽大教主 归依一个瑜伽大教主 他本身 他已经开悟了 而且他在写法当中 他已经有法力了 刚刚我们做佛供的时候 放了头发 放了头发 头发上面 还放了这个人参 放了人参下去 为什么放人参呢? 人参就代表气 代表力 就是日本人讲的 元気有 元気无奈 你就没有元气 元気阿鲁 你元気阿鲁 另外法是代表什么? 你法力增长 法菜 下去的是 让你法力增长 元気阿鲁 这个就是法 余家大教主 他本身就会产生法力 所以佛教他有三个 第一个 慈悲 做善事 救度众生 第二个 智慧 你要懂得佛的第一意 了解解脱的方法 能够到佛国净土 第三 慈悲 智慧 法力 今天余家大教主 也会有法力 有power 他在摸顶的时候 无形中摸顶的时候 就给你解除了很多的业障 所以我们第一句话是这样子讲的 这个老公很高兴的对老婆讲 这几年你一直为家庭奉献 我准备让你升官 老婆非常快乐 升什么官呢 我娶了一个小老婆 让你升为大老婆 我告诉大家 这个不叫做升官 你真正的 真正的成就者 最重要的就是余家大教主 他已经在天上 已经在天上 早就有他的位置 早就有他的位置 在佛国里面就有他的位置 我最近去看了 我们有两个上师 但是在佛国有位置 在佛国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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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老啊 延老啊 他们两个已经有位置在那里 我就觉得很奇怪 延文啊 平时是不讲什么话的 默默无文 默默无文 所以叫延文 怪啦 他在佛国有他的名字 他一定是偷偷修了什么法 所以他在佛国有名字 很固定的 那个椅子是很固定的 不会倒的 他有他的名字 长治 那个长治我们知道 他是越南出生的 在越南 他是广东人 但是他在越南 好像住了很多年 所以他讲话有鼻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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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怎么回事 去看 就是这些不讲话的 这讲得很大声的都还没有名字 这两个不讲话的 坐在马哈双天池都有他的位置 都已经有他的位置 这个才是正 这个才是真正的升官 才是真正的升到佛国净土 才叫做升 这个非常重要的 宜家大教主 我去看我的半天 看了半天都还没有我的名字 当然历会上师也讲过 那他们去了 有名字了是不是很快就去了 很快就去报到 我告诉大家 在了意当中 你只要是宜家大教主 他居然是开悟民心 他会知道 根本没有生死 这一句话很重要 所以如来是什么意思 好像有来 好像有去 就是无来无起 所以生死 这两个字 在宜家大教主里面 是没有的 跟大家讲 根本没有生死 所以你贪生怕死的 如果是贪生怕死的 还是凡夫 你学佛的人根本无生死 生也可以 死也可以 那孔子都可以讲出来 曹文道 西食可以 早上你听到的道 晚上你死的都可以 孔子也懂得 怎么回事 孔子是一般的 世俗的礼教 辱教的老师 他怎么也懂得这一句话 我就不明白 有一天要把孔子找来问一问 为什么你懂得 曹文道 西食可以 一定要问一下他 因为这个只有修行人才懂得 曹文道 西食可以 所以孔子也有他奇怪的地方 这个子不以怪力乱生 但是他能够懂得曹文道 西食可以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今天 宜家大教主 是没有什么叫做生 没有什么叫做生 像今天呢 我们还有一个贵宾 我漏了奖 Is my mother 是这个佛琪跟佛琴的阿嬷 是阿嬷 佛琴跟佛琴的 和佛琴的这个阿嬷 这个我妈妈也来 我妈妈变化成了观世音菩萨 他是宋子观音 宋子观音 所以你们如果没有小孩子去求他 就会有小孩子 一定要这样子做的 一定要这样子做的 他是宋子观音 所以生死 直之一度外 一般人来讲说 我生死已经直之一度外 那还是有生死 还是有生死的这个想念 其实真正的瑜伽大教主 没有生死 我妈妈也是没有生死 他是七十一岁的时候 他的形体就没有了 七十一岁的时候 他形体就没有了 师尊今年七十 那么按照遗传来讲 这个是交叉遗传 母亲遗传给儿子 那我明年也差不多 形体快没有了 如果年龄也可以遗传的话 我也无所谓 什么时候有 什么时候没有 OK 通通都可以的 有两名退休中心的老人 坐在树下的长椅上 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讲 这个 我现在已经八十三岁了 我全身 焚身酸痛 我知道你也是 我的这个年龄 你感觉怎么样 这个时候另外 姨姨就回答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 新生的baby 真的吗 就像一个新生的baby吗 他说是的 因为没有头发 也没有牙齿 我刚刚又尿湿了我的裤子 这是讲生死 人会老 会走开 师尊七十 八十 九十 这个都不敢想 我不敢想 Anyway 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你只要是修行人 你要懂得 不只生死直之一度外 而是根本没有生死 有一个妻子问老公啊 我们家里老鼠怎么越来越少 而我又没有看到家里有老鼠药 这个丈夫回答 我在大门口 老鼠的门 老鼠洞的门口 放碧莹药 放碧莹药 这个台湾的李嘉玲医师告诉我 你猜一猜 这个抗生素的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 抗生素 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 大家有时候也猜不出来 其实就是避孕药啦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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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药名就是病药 这个瑜伽大教主啊 开眼一佛圣 世上是这样子 修行 没有所谓小圣 大圣 这个金刚圣 没有的 其实是一圣 只是他们讲的 是层次的问题 生文圣 讲的是层次的问题 小圣 这个大圣 这个大圣 马哈波耶波罗蜜多圣 又称为马哈波耶波罗蜜多圣 就是大圣 金刚圣 三个其实讲的都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 层次上 所以瑜伽大教主只也懂得 一生 你明白你自己的心开悟了 你看见你自己的佛性成佛了 最终都是这个样子 其他的都是旁枝 你看一棵树 春以一棵树 很多的树树 很多的树叶 有花 有果子 有果 有花 有果 它主要的中心 还是由它的树干 所分开来 分开来 全部这样子分开来 跟大家讲 三圣就是一圣 绝对没有差别 这几天老婆出差 朋友来家里玩 问我最近混得怎么样 我告诉他 老婆不在家 我天天摟着别人的老婆睡觉 哇 他的朋友 好羡慕哦 你这小子厌福不前 哪里泡来的妞啊 哪里泡来的马子啊 他方龄有多少啊 我告诉他 不要想得太多啊 是我女儿才三岁 他将来长大也是别人的老婆 我抱着别人的老婆睡觉 想清楚一点 三圣就是一圣 不要有分别 真的 你的女儿就是别人的老婆 那你抱着别人的老婆睡觉 当然 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 嗯 一只亚个 这不对 这个是不好 但是呢 你再想一想 你的女儿 那么小 你抱着他睡觉 不是抱着别人的老婆吗 同理 三圣就是一圣 同样的道理 这个 假妇 就是说 一个妇人 假 我家的儿子经常弄坏电器 幸好他爸爸会修理 乙父讲 我家的孩子也经常弄坏东西 还好他爸爸也会修理 假妇就讲 你先生也会修理东西吗 你先生是一个机师吗 乙父讲 不 他是修理孩子 修理是一样的 修理都是一样的 一个是修理东西 一个是修理孩子 好我们今天 这个 做家长的 师尊从小就是被念咒 我从小就是被这样修理修理来 因为我将来要念这个咒 所以会被我爸爸这样修理得好厉害 每天都修理 三天一大打 两天一小打 修理得好厉害 长大以后 我发觉被修理的孩子很痛苦 所有从来不修理 佛亲跟佛旗 我没有修理 我没有修理过佛亲跟佛旗 从来没有打过你们 没有 我从来没有打过你们 所以你们也不可以打自己的小孩 因为你打自己的小孩 就是打我的孙 被打很痛苦的 打人虽然很爽 但是被打很痛苦 你同理之心 你不能打我的孙 所以佛旗有这个如金如虹 是两个宝贝孙 你不能打他们 因为打到他们 就等于打到我一样 我从小被打 我知道那个痛苦 所以你不能让如虹如金痛苦 这个爸爸跟儿子求了 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子 一神 一圣 佛教只讲一圣 没有分别 没有二 没有三 所以当父亲的 当儿子的 当孙子的 是一 而不是三 只是他将来 他们也会当父亲 也会当祖父 同样的一个道理 同样 都是同一个道理 这个如来 施迦如来 所有三秘障 如来有三个秘密的障 这是讲 这个 Maha Yoga Anu Yoga Adi Yoga 这是如来的三大秘障 三大秘障 这是讲内修的方法 把一切看成平等 父亲跟儿子平等 儿子跟孙子平等 这三秘障 三种很秘密的障 就是这样子 其实是平等的 你不能说我父亲 儿子就是我的财产 不可以这样子 他跟你是平等 儿子跟孙子也是平等 彼此之间平等相待 平等相待 没有分别 这个是 这个是 不要跟人家比 有的人运气来得早 有的人来得晚 但是早晚都会来 这个年轻人就问 那我还要多久啊 这个大师就闭目一算 手指向下一点 这个年轻人讲 你是说马上就要来了吗 大师严肃地讲 哎 下辈子才会来 我跟大家讲 师尊也是很会算 每个人都 到了六十几岁 就问我 这个师尊啊 我什么运气才会好一点 他六十几岁来问我 我是讲说 哎 你奋斗了那么多年 运气还是不好 我看啊 这个树水推舟啊 越来越不好 真的 六十几岁你来问运气 年轻的时候来问是可以的 还可以转变你自己的命运 你六十几七十几 命都固定了 命都给你定了 运都给你定了 你还来问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也不用再问什么 我告诉大家 有的人习信 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要写法 年轻的时候最好就要写法 到了老的时候啊 你才来写法 你已经是 那个气啊 已经不顺了 密教的法必须要从年轻就要开始 就要气就一定要很顺 越是年轻 越是有精神 越是有力量 这个时候 你要趁着这个时候来学佛法 才能够了生脱死 甚至到没有生死 你才能够解脱嘛 你又有力气才能够解脱嘛 你没有力气你解脱什么呢 你一天到晚已经在超凡你自己的身体 这里机器坏了那里机器坏了 那里机器坏了你全身的机器坏了 那里不顺了那里不对了 开始有的时候你那时候来写法就比较不稳 就比较不会稳固 所以如来三密圣 其实讲起来 也不是老来才修 那是有基础的 先从气开始修起 气脉明点 地水佛空空 开始修起 这是最重要的 修行要趁着年轻 这个密圣他讲 四圣无比异 这个圣是最高的 就是无上的密密 大阎蛮法是属于无上的秘密 四圣无比异 没有可以比异的 今天讲 开悟也是没办法比异的 开悟是没办法比异的 我只有跟大家讲 这个太阳柄里面没有太阳 月柄里面没有月亮 老伯柄里面没有老伯 对不对 水中夜 水里面看起来是有夜 其实你下去绕夜 根本就没有月 没有月亮的在水里面 你在大江旁边看 这个月亮的光照到夜 照到湖里面 湖里面有个月亮 明明看的是有 其实是没有 空没有 你下去找 没有 没有月亮 就只能够这样子比异了 这个就是比异了 四圣无比异 没办法比 开悟也是没办法比 只能够跟你这样子讲 讲出来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必须要你自己去悟出来 这个就是语言上的 语言上的笑话可能别的国家就听不懂 这个国语的就可以 台湾话吧 话说富士给了药以后给病人药 顺口讲了一句台语 吃白沙烈 吃白沙烈 这个病人回到家里 就拿着那个药包 这个媳妇说问 公公你在找什么 我就是找那个药包里面 有没有白沙烈 老婆讲 富士要我吃饱 吃白沙烈 吃130例 不过他只给我12例 你帮我找找看药包里面 还有没有 多 这是笑话 这是一种笑话 其实 这是语言上的 语言上的 这个也是语言上的笑话 某一个学校的学生 名字叫做戴水桶 戴呢 他姓戴 水是水草的水 桶是相桶的桶 某一天啊 信到处某位老师向前校广播 高二同学 戴水桶到信到处来 高二同学 带水桶到信到处来 结果四分钟以后 信到处 前面积满了大大小小的水 还有人问要不要装睡 所以有时候 这些笑话 这是产生就因为 语言上的问题 所以产生笑话的 这个不算是笑话吧 你同事问男同事 你看我哪里最漂亮 男同事讲哪里都漂亮 你同事讲 那你觉得哪里最好看 男同事讲 看不见的地方最好看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今天啊 如来所说法 你不容易悟到的地方 是最上圣 最上的一生 不容易让你看见的 是最上一生 你如果看到了 人家建了一个很大的学校 大的大学 我看见了 他盖了一个大学 好伟大 他始终不知道 马哈双联时 我们训练 佛国净土 比这个更伟大的 不知道千百亿万倍 我看见人家 striving to reach right to the world 盖来的最大的一跃 哇 好偉大 告诉你 看不见的佛国净土 比这个大过千百亿万倍 你看到的是有形的 你建设是有形的 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成就是完全无形的 看不见那是最伟大 最漂亮的地方 最好的佛国净土 佛法就是这个样子 你学佛 你学外相 我去弄一个电视台 好多电视台全部都是我的电视台 全部在弘扬佛法 这是你看到的外相 你真正的学了佛以后 你成就了 你才知道佛华只是工具 电视台也是工具而已 真正无形的成就 是大圆满 真正的大圆满法 所以这个佛就讲了 所以这个佛就讲了 世甚无比喻 最上最第一 最上面 最是第一的 那就是真正的大圆满法 那就是真正的大圆满法 你们皈依的也是大圆满法 你们一职的就是大于加世 这个才是最真实的 这个才是最真实的 那边挂走已经50分 底下还有表演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大家買这种看苏 对 多亏金 谢谢 谢谢 咱rent 咱敦